妳說我愛罵妳喔 妳幫她用我後來喔 要不然我這麼喜歡百分 要這麼高 就在護鎮事務所 這名婦人指著員工 罵得超大聲 她拿著文件 似乎要求護鎮人員 幫她蓋印章 連三字金都標出來 妳要把這邊 妳要把她回來 我才會把她拿出來 這麼多百分 不是 這是 妳這車車我不好啦 都說不行了 還是要罵 注意這個動作 護鎮人員說明 婦人竟然還摔公文 連警察來了 還照樣大吵大鬧 妳不想出來說妳幹嘛 要送妳啦 那不想出門 我一天夠了 妳怎麼會這樣說 妳怎麼XX在吵架 我跟妳吵架 到底什麼事情這麼氣 看婦人手上拿的是戶籍藤本 原來她是要求 把戶口名簿上的市府大官房 蓋到戶籍藤本上 但根本不符規定 當然被拒絕 更換成那個 戶口名簿專用的 那個大的印章 這是沒有辦法辦到的 事發現場就在高雄 古山區的戶政事務所 這名辦事員說 婦人上個星期就來過 吵了一個多小時 11號再度上門 連續被罵兩次 我們都不會跟民眾做這一部分的 那些計較 同仁也都會能夠體諒她的心情 最後警察來 婦人罵完氣呼呼的離開 雖然被罵粗口 被標罵 戶政人員說會體諒民眾心情 只是這樣的畫面PO上網 引發熱烈討論 公務人員遇到不講理的民眾 實在難為 接近博士康莫若高雄報導